吳淑貞把20家的企業給政治現金通通曝光 而邱毅卻定調 認為吳淑貞的復仇計劃已經啟動 最高要自保原則就是要死 死在一起 而被點名的20家企業 邱毅表示 其中大部分是真的 小部分是假的 有些企業本來不想送錢 但是在壓力之下 還是不得不給 吳淑貞二次承報狀 統出20家企業將近13億的政治現金 難道貶價的大反撲已經開始 吳淑貞下一步動作叫復仇計劃 你任何對我貶家過河拆桥 你任何對我貶家落井下石的企業 我就拉著你們大家一塊死 我貶家要關 你們也不會好過 邱毅認為吳淑貞供出這些企業家 最高作戰原則就是自保 不過被點名送錢的企業也不見得 統統都是心甘情願的 在裡面的名單裡面 有的真有的假 大部分真少部分假 把拿錢給貶家的 第一個是為了圖謀好處 讓人家對價 像我來講的徐旭東 吳東亮 林明城 估中亮 等等人 另外還有一種就是交保護費 交保護費 也就是貶家 借事借端 勒索 敲詐企業 你不交這個保護費就完蛋啊 他就讓你死啊 貶家已經跟企業收了這麼多錢 傳出連陳志忠 黃瑞敬出國念書時 羅太太丈夫送了兩千塊美金 紅包也拿 邱宜痛批 貶家 大錢小錢 都在A 什麼叫借事借端 陳志忠要訂婚 要 陳中結婚 要 陳中出國 要 陳中生小孩 要 小孩滿月 要 生日 恐怕也要 就這樣嘛 這個叫借事借端啊 你們現在知道說出國要錢 結婚要錢 已經覺得很訝異了 說不定哪天要冒出來 陳中說我今天肚子痛 他也要錢了 收錢跟貶家在邱宜眼裡已經畫上等號 邱宜說 前第一家庭 還真愛錢 尊群人姐 李宇喬 特別報導